这一篇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如何设定自动关闭电脑萤幕 这篇要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电脑萤幕在Windows的术语就叫做显示器 所以等一下看到显示器这个术语 就要知道这个就是代表电脑萤幕的意思 很多人问过我 自动关闭显示器和萤幕保护装置 哪一个比较能够保护电脑萤幕 那当然是自动关闭显示器 因为自动关闭显示器之后 显示器就不再输出影像 只剩下待命功能 所以跟萤幕保护装置比起来 更能延长电脑萤幕的使用寿命和省电效率 不过自动关闭显示器没有保密功能 就是当电脑自动关闭显示器之后 要再进入Windows的时候 不会出现登录画面 这个时候不需要输入密码 就可以执行Windows 这对要保护好个人资讯的使用者来说 不太方便 当然你也可以先设定 让电脑先进入萤幕保护装置 再启动自动关闭显示器 这个在下一边会跟各位介绍 首先点选一下左下角的开始 点选控制台 选择电源选项 如果你没有更改过电源选项的话 一般都会在平衡这边 当然不论你现在是平衡或省电 都可以在右边的变更计划设定做更改 现在我们先点选平衡 点选变更计划设定 关闭显示器这边 点选下拉式选单 这边想要几分钟由大家自己做选择 我这次测试给各位看 所以选择一分钟 按下储存变更 等一分钟之后画面会变暗 现在用快转带过这一分钟 画面变暗就代表已经自动关闭显示器 现在随便移动一下滑鼠 或者随便按一个键盘按钮 就可以启动显示器 自动关闭显示器 能够延长荧幕的使用寿命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怎么设定的 谢谢 谢谢